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进入主题之前 先带你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在问诊区这边 有我们的胸腔内科名医 郭维格医师 大家好 我是郭医师 教大家如何用气功养生的 顾力群教练 教练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在问诊区这边是 聪明可爱的艺人艾雅 艾雅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艾雅 还有兼具美丽跟生活智慧的 我们的医药记者王瑞玲 瑞玲姐好 薛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一开始要先透过情境巨 来看看今天的主题 到底谁是今天的 危险健康杀手呢 西西跟小恩大学毕业 就一起北漂打拼 但台北的空气品质 让他们适应不良 台北空气真的很糟耶 我出去十分钟脸就黑了 台北空气真的超恐怖的 你知道像我动不动就一直 地址是怎样 阿奔 你真的很不适合住在都市 你那个窗户等一下不要开 不要污染我的家里 而为了隔绝外头的脏空气 它总是门窗紧闭 但这样对吗 放了三天廉价 西西一步也没踏出家门 你在看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超好看 你不要爆雷啦 这不新了吗 我还没看呢 我就待在家三天都没有出门 我一次把他追完 怕外面的空气太脏 他每到假日总是长时间久坐 在家不出门 既不出门又不起生活动 但这样对吗 外面是下雨耶 你干嘛开加湿器啊 你一直都有在用啊 你干嘛那么大惊小怪 你还开两台太多了啦 不觉得屋内很干燥吗 那搞得我最近都 喉咙都干干痒痒的 我觉得你快要发霉了 怕空气太干燥 无论白天或晚上 西西总一直开着两台的加湿器 但这样真的对吗 这一天西西终于踏出家门 跟小恩一起开心地喝咖啡聊天 但没想到身体突然开始出现了状况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喔 你坐一下啦 你坐一下 还好吗 没事啊 突如其来的胸闷 感到不适应 就一直断断续续地发作着 但西西还是不放在心上 想不到隔天在公司 西西上楼 楼梯爬了一半 突然非常不对劲 这个今天下班之前 要先交给副总喔 你要不要先找他对一下 好 你还好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很喘 隔天半夜 西西突然开始发烧 气喘吁吁 呼吸不顺 胸痛到根本没办法翻身 小恩只好赶快把他送去急诊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后来医生诊断结果说 他是废塌陷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 到底致命的关键在哪里 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我先请教一下艾雅 你觉得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是门窗紧闭不通风 第二个是长时间久坐不动 第三个是室内空间过度加湿了 你觉得是哪一个 天哪 我刚刚觉得 好像在讲我的故事 三个都有吗 我觉得应该是逼吧 久坐不动 为什么 这三个感觉是缺义不可 因为久坐不动 我觉得是也会影响心肺的功能 因为你没有让肺部跟心脏 都在持续的运动当中 因为你一直凭着不动的话 很容易会让你的身体的功能 没有办法自主正常的活动 我就会想说 是不是因为不通风 或是因为好像是室内过度加湿 其实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有点迷惑 那我们接着就要请郭医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到底致命的关键因素在哪里呢 其实刚刚我们看影片 他有说到说他没有咳嗽 可是他有发烧 然后后来越来越喘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 蛮像是一个肺炎的状况 肺炎的状况这么严重 对那肺炎 当然有没有可能跟这些有关系 其实可能是有的 因为我们当我们抵抗力不好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就容易细菌 就跑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就容易造成发炎 对那发炎的时候那些痰啊 可能就塞到我们的气管里面 然后就造成肺塌陷了 对所以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主要是因为不通风 还是过度加湿 还是做不动 我觉得可能都有 会喘的时候赶快就医 就不会到最后是倒下来 所以呢这个肺功能到底好不好 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啊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平常在家里面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肺功能的检测 一起进入今天的身体警示灯 好 接下来身体警示灯 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医师就要帮大家来测一下 在现场所有人 大家的肺活量到底怎么样 好 那我们要做这个测验是怎么样做呢 好 我们今天会有一个管子 然后里面会有那个保鲜膜 做成的球 教练跟艾雅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他需要的是集中的力气吹出去 所以要吹得好大概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你的气管不能有阻塞 所以你如果气喘在发作的时候 可能就吹不出来 第二个是你的肺部的那个呼吸的肌肉 要够强壮 够强壮 那第三个是你肺部要够有弹性 差不多在短时间内一下吹出这么多 可是教练跟艾雅手上拿的这个 就是保鲜膜的那个管子 两个人的那个粗细不太一样 这有差吗 会有差 影响吗 这个一定会比较好吹 哪一个 细的 细的会比较好吹 那为什么你拿这个 我不会 艾雅先来吹吹看好了 好难喔 那要站在那个零的地方 然后看他到底吹多远 哎呀 天哪 我可能还没办法够得到那个数字吧 艾雅吹吹 加油 加油 好紧张喔 用力 现在他这样吹这样OK吗 你先试试看 试试看 等一下好 等一下 这样子 我很 我 你的借我好了 好啦 好啦 这感觉很像暗器耶 哎呦 整个就是科技 这都比较准 这个比较准 这个比较准啦 这个比较准啦 我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在做废功能的时候 其实就是拿类似这样的管子 然后就含住 会整个含住 然后吸气 然后用力吐气 吐 吐到没有 其实这就很像我们在做废功能 对对对 所以是真的真的可以用的 对对 教练应该要不要试试看 教练用大招 对 会吸得很好吹 好啦好啦 那教练用大招 我怕教练也会直接攻 瑞姐 你要负得把他 真的卡住一下喔 要小刻一点 不然他会卡住 没有 我试试看好了 好 试试看 要含住 你现在是用气攻吗 我用 我先用一般的看看 好 我真怕变吹箭耶 这还是厉害 教练真的很厉害耶 而且教练没有含住 他是只是 我含住 我含住了 不是你放旁边感觉有风 但是整个人有一个气量 教练他会控制他的气 是是 控制他的气 好那艾雅还要做第二个测验 要不要回座跟我们瑞玲姐 PK一下 我今天真的是认真的 你认真的 好 来 好那接下来 我们这个是气球的测验 对不对 你吹气球 一开始吹的时候 你要克服一个很大的力气 所以他跟你的气管 有沒有阻塞 然后跟你的肺部肌肉 也是非常有关系 然后他可以吹到多少 又跟你的肺活量有关系 所以这又多了一个肺活量 一口气吹到完 那如果你需要吹到十秒 那代表说你气管真的有阻塞了 可是那你给我再长的时间 我也吹不起来怎么办 那这边拉拉拉鬆一点的话 会比较劲 我们试试看嘛 试试看嘛 试试看 对 作弊 作弊 好 来喔 然后开始喔 倒数喔 然后开始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好听 哇 瑞琳姐不错 瑞琳姐赢了啦 不错 也不错 你吹起来啦 我有吹起来 我已经觉得不错的 我不在意输 对 不在意大小 至少吹起来 我们等一下喔 先等一下 我们要给医生量一下 然后这个半径 也是有学问的喔 观众朋友在家里面 也可以自己试试看 我的应该超过了吧 有 其实这是有超过的 这个半径 这个这样是可以的 就大概是到最外面了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艾雅这个就很小 就真的有点 艾雅再量一次 再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再多给她量秒 不行啦 不能就屁啦 他应该在球里面啦 他在最里面 那我在狗吹一次不管 所以他在里面啦 所以他真的要去做一下 非功能检查 我觉得真的需要 那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因为这种个体差异 其实都 有啦 但是女生的肺活量 是不是比较 有啦 肯有 我没有那么看 不关我 他会吹气球啦 我试着吹吹看 他有比较松一点 他为了不要去医院 你知道 不过 不过其实像这种检测 个体差异都会差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 你可以在家里先试一下 你自己最好的时候是怎么样 你下次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再再试试看 如果真的差很多 可能要就医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请 我们的教练出来 还有医师 其实我们要来测量一下 教练的呼吸深浅度 因为我们教练是气功教练 所以这个呼吸深浅到底要怎么样测 其实呼吸深浅 它可以透过我们量这个 我们呼吸的这个劲 就是这个劲 有没有变大缩小 其实它代表我们呼吸的效率 要怎么测量呢 其实观众朋友在家里面 也可以请家人帮你试试看 我们就请郭医师帮大家示范一下 好 先吐气 对不对 把气全部一口气吐完 对 好 看看这胸围到底多少 好 它这个地方 大概差不多在86的地方 86 这个是完全吐完气的时候 那我们等一下看它吸气 可以吸到多少 好 好 接下来教练要吸气 要吸饱对不对 吸到最饱 用你的肺部吸 用上面吸 好 稍微变一下气 好 现在看起来 这样子大概有到94 哇 86到94 所以大概多了8公分 8公分 那这样子的话 这样代表说 呼吸是深呼吸的 对对对 代表说它那个 它蛮会运用上面来呼吸的 所以有差 是不是唱歌的人也比较会 这个肺活量也比较好 是啊 是啊 那也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 观众朋友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 谢谢两位 好 我先请教一下芮瑞玲姐 据说你还有肺部纤维化过 这怎么回事 对 所以刚刚我一个医生跟我讲说 我吹气可以达到标准 其实我已经吓一跳 你知道吗 因为我肺部大概在15年前 然后我得了两次的肺结核 就是TB 肺结核是很可怕的 就是你会不断的在咳嗽 但是你不知道咳嗽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传染病 然后所以那时候15年前的时候 然后一被传染 我就直接送到负压隔离病房去 住多久 住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好严重喔 对 那一个月真的是很难熬 为什么 因为你腹部 你的肺部 肺部会开始慢慢的积水 然后开始就是整个都泛白 那时候医生拿一个很长 我记得那个针超长的超粗的针 从背上面去抽那个水 不断抽那个水 然后抽完之后就用沙包去压它 你知道我是边抽边哭 因为那很难过 因为你知道是有个 他也没有办法打麻醉药 什么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只能硬抽下去 所以说那时候住了一个月之后 然后吃了九个月的药 因为我们是属于开放性的肺结核 所以必须住在负压隔离病房一个月 一直等到他已经是close 是封闭性的 我们才可以出院 但是出院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每一天都有人来会发药给你吃 因为他要确保 你把这个药吃进去 吃了整整九个月 好了九个月 我觉得很好 应该就没大事了吧 结果大概差不多 过一个月之后 停药一个月 我又得了肺结核 不是 我又被传染 这个我觉得这几率也太小了 这几率是比打雷还要小 比打雷打中还要小 可是那时候一样 在住进负大隔离病房 可是到现在来讲的话 我肺部你看 就有一块白白的阴影 那就是我的肺纤维 是是是 好我们接着就赶快来看看 瑞玲姐 她要打开肺给我们看了 好来郭医师看一下 她肺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然后刚刚我们也想到说 她肺结核之后 后来又第二次被传染 这个可能性 这几率感觉上很低 这个十八个月要好吗 超级低 白白这个地方就是所谓 肺纤维化的地方 对 那其实你现在肺功能 其实算不错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即使肺部有受伤 其实你还是可以透过呼吸机的训练 或者是其他运动能力的训练 其实可以达到跟正常的完全是一样 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就 我就觉得就放弃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肺部有严重受伤的时候 其实他会比较容易得癌症 就是每一身肺癌 我已经是第五个医生 你告诉我直接在节目上告诉我 他说你得肺性癌的几率很高 你要小心 对会比一般人高 所以重点是 我们在得过这种肺结核之后 我们前一年大概半年要追踪一次 之后每一年要追踪一次S光片 所以就追踪 那他平常可以做什么保养吗 保养大概就是正常的生活 然后就记得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 如果咳嗽有痰大约三个礼拜 记得一定要来医院照一张S光片 因为我们大家咳嗽有痰 通常是看耳鼻喉科 不会想到要照S光片 如果到了三个礼拜都还是这样子的话 记得要来医院照张S光片 这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其实我们的肺结核 即使是开放性的肺结核 其实你吃药满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的细菌的量会降低百分之九十 所以这时候其实也不太 不太需要担心会传染给其他的人 那其实如果在家里就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保持通风 第二个口罩戴起来 第三个如果有痰 我们可以把它咳到卫生纸里面 放到马桶里面把水冲掉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太焦虑 要公快抹持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你有自己所谓的养肺妙方 对 因为我平常的话 你知道我们也都是要用喉咙 那有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会上气不接下气 平常罵老公也没有气 都输一半了你知道吗 输一半的气势都没有了 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平常的话如果说我在打电脑 或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用手掌来拍我这边空心 手掌记得要空心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那个弹 其实我们有时候弹是卡在 支气管的中间 不是那种感觉说 那种老弹 就是卡在中间 那口弹有时候真的 你没有吐出来会掐死自己 真的会噎死自己 所以我就尝试著每天要这样子去拍 拍胸部的这一块地方 然后空心拍 然后把弹慢慢慢慢的拍出来 你有空你就做这一个事情 对那你说轻轻拍是会有声音的 会有声音的 比如是像这样拍 因为像有麦在这边 那我说我像这样子 中空 你就在这里 因为这有淋巴 我会从淋巴開始拍拍拍拍到这边 然后再拍到这边淋巴拍拍拍 你有空就拍 因为他真的可以保持你的肺部的顺畅 但故意是这样ok吗 因为有的是从背部拍 他会觉得说前面这样拍是会不会伤到 我自己拍的话 因为那个力道可以拿捏 不过一般都是从背后 就是别人帮忙拍 就别人帮忙拍 由下往上 由外往内这样子拍 手机也是这样子 对 尤其是老人或是小孩子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空气清淨机 对 因为这个在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像刚才有一个医师有讲过 其实像我们这种人 不管说这一次我们得了就是TP 就是肺结核 或者是这次的COVID-19 最后很多人都会纤维化 热膜积水 所以对于PM2.5其实我蛮在意的 所以我家里会特别装空气清淨机 但是不会有加湿器 但是为什么会弄到肺塌陷 到底是肺塌陷 什么意思 肺塌陷有两大类 一个是阻塞性 一个是非阻塞性的 那所谓阻塞性的就是 我们这个支气管 他不管什么原因阻塞了 不管是弹太多 或者是里面长的肿瘤 那气当然就进不来 那他就会塌掉了 另外一种是非阻塞性的 那非阻塞性就像这个 我们刚所谓的胸扩 跟肺中间的热膜腔 他被气填满了 肺部漏气了 或者是我们受伤的时候 气跑进来了 这时候他压力一样就消失了 消失的时候 他就拉不开来 肺就塌陷了 像这个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个X光片 他的右上方这一块 他就白掉了 然后我们就做了气管镜 发现 他里面塞了一颗肿瘤在这个地方 长了肿瘤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塞住了 那像这个 这个是一个七十岁的女性 平常是卧床的 然后后来他的左下肺这个地方 就整个就白掉了 就塌掉了 所以其实我们那种卧床的老人家 我们的呼吸道的照顾 尤其是拍痰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比较像类似 刚刚我们影片看到的那个case 这个是一个四十岁女性 然后他在家里就是咳嗽有痰发烧 那大家记得 我们一般如果是小感冒病毒感染 包括像是COVID 一般发烧很难超过七十二小时 他就烧了一个礼拜 然后后来就开始觉得喘 然后越来越闷了 你看哦 他这个地方 他的支气管到这个地方就断掉了 他因为严重的肺炎 然后弹整个塞住我们的支气管 所以整个 右边的肺全部都塌掉 另外还有一个更年轻的这个 三十五岁的男性 他是打球打到一半突然间胸痛 胸痛胸门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非阻塞性的那个肺塌陷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肺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条白线 这么细你都看得见 明眼 对对对 有条淡淡的白线 他的外面的肺已经都不见了 有没有看到外面 他完全没有像这边 有这个白白的肺的纹路 他完全不见了 不见了 这就是肺部破掉漏气了 气跑到这边来了 那压力不见肺就塌掉了 而且这个已经 这就是所谓的气胸 所以保护我们的肺非常重要 但现在呢 其实很多人都有 跟艾雅差不多的问题 就是过敏性的气喘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都有 其实我应该是从小的时候 就是医生有跟妈妈说 我是有过敏性的气喘 然后可是小的时候 其实没有到很严重 因为我的大部分的展现 都是在过敏上 比如说像是这种 那个关节处啊 都会抓到流汤的那一种 好严重 可是医生就有跟妈妈说 我的那个过敏源是沉满 所以家里就是要特别的小心 不要有太多的这个灰尘之类的 所以我妈都会特别注意 可是我有一次就是在学校 因为成长过程就是妈妈很注意嘛 所以没有特别发病 然后有一次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高中的时候 大家平常不会放窗点下来嘛 然后所以那个窗点 其实上面满满的都是灰尘 然后到了那个好像变到夏天 冬天要变到夏天的时候 第一次把它放下来 因为要遮阳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直日生 所以我负责把那个窗帘放下来 然后我放下来 因为我们要午休了 然后我就放下来之后 我也没有多想 因为我坐在窗边 所以我就是爬上去 把窗帘放下来 然后我就准备午休 然后再来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人在保健室 因为我当下放下之后 我就开始吸不上去 对 然后可能就加上 有过度换气吧 然后就整个人 就一直喘 一直喘 然后我就没有意识了 所以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在保健室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 然后我又再喘了一下之后 我就又晕过去了 然后再下一次我就在医院 然后就是我妈妈陪我在医院 然后就打针跟吃那过敏 然后又喷那个扩张器 医生就有说 我可能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刚好对承蛮的反应比较大 所以就是要我尽量避免 在家里我妈也是会 用那个吸尘器狂吸 对对对 然后碰到这种有灰尘 我就变成像林黛玉 就是大家都不会让我碰 所以可是再长大一点 我现在就比较没有这个状况 可是我觉得我呼吸 的确跟肺活量好像都有影响 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 深呼吸我要很用力 很用力 然后有的时候运动 像我有在做有氧运动 有氧的时候 我可能到某一个程度 我就要很用力呼吸这样 对对对好那这部分 就要请教郭医师了 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 那过敏性的这个气喘 它是不是真的容易致命 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长大了会好一点 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后遗症 只要小时候有发出过气喘 其实那个体质 是会跟你一辈子的 所以你这辈子都要蛮小心 沉满这件事情 有的人想说大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症状 对 可是 之后有可能会再发作 尤其是像女生 怀孕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 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其实他是会改善 三分之一会不变 可是有三分之一它其实会变严重 我的天哪 对 所以你有这个体质 那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也许你现在 一直有断断续续续气喘 这些在发作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保护自己的肺部非常重要 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在家里面很轻松的 譬如说我们稍微运动一下 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肺呢 好 一起进入今天的医师 我有问题 好 这个单元大家不看可惜啊 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气功教练 要教大家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肺 好 但是在教大家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对比照 使用前使用后 你真的是越来越回春了 这是我们教练 站在这边的这位教练 这14岁的时候 还有脂肪肝 肠感冒 血压部也容易累 当时是做金融业 那现在呢 经过了六年之后 你看看它 现在是少了好几公斤吧 那个整个肚子 十公斤 十公斤 主要是光靠练气功 练气功 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主要是先脂肪肝 那时候中度脂肪肝 所以你看那个肚子 两块 第二块就是下方的这个脂肪 所以其实在这个综艺里面 我们讲这个就是代谢的问题 那今天跟肺很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 对 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 那肺里面如果有痰 其实就是痰湿 那《黄帝内经》里面有一段话就讲 这个夏季的寒湿 就是寒气湿气 我们吃冰饮 吹冷气 吹很多 对 然后呢 如果你气得不得泄 就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些湿气寒气 泄出去 那么秋则虐渴 就是到秋天你就很容易犯咳嗽 犯过敏 所以夏天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到秋天的时候 就开始发了 对不对 现在夏天刚好 我们可以养一下自己的肺 好啊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教练 带着艾雅一起来做一下 怎么样养肺的气功 观众朋友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做 好 来我们今天先教一个气功的生养法 这个功法刚刚讲过 我们要把身体里面的湿气寒气呢 快速地把它排出去 排出去 对 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生养法 首先我们先把两脚要打开 这样子才能够站得稳 然后呢 你把你的膝盖微微地弯曲 对 一点点弯就好 不要太蹲 不然等一下这个 阳气还没升 膝盖已经痠了 不行不行 那身体呢 就慢慢地向前 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两手呢 是放松的 繞的 好 那怎么 好 来 欢迎 来 怎么练呢 怎么练 就是你把你的肩膀上下 一边 你会发现 一边高 一边低 那这个保持手呢 是上下的移动 一边高 一边低 可以吗 好 然后慢慢地 来 我们把这个速度开始加快起来 好 那这感觉会热 对 会热 加快起来 好 好 来 我们先停一下 好 我先讲一下这个原理 对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中医里面讲 如果说黄帝年金 特别提醒我们 如果说你是肺不好的 通常你会容易肩膀 或是背 特别的僵硬 甚至会有一点痰痛 那我觉得我可能肺不好 因为我也是常常觉得 常常 其实应该是说 肺气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快速的动 那这个快速的动 那我们讲动则生羊 只要活动你的羊气就会生 那后背又刚好是我们的督脉 是我们的羊脉 所以呢 当我们把这个羊脉 动起来 整个肩背动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很快身体就会发热 那还有一个 等一下我们再来练一下 这个重点是 要配合你的呼吸 对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练的时候 你吸一口气之后 不要憋气 然后呢 嘴巴就 就唬出去 然后再吸 再吐 好不好 那大概呢 做个一分钟左右 你的身体 立刻你会感到背 甚至呢 整个全身发热 来 我们医师在旁边 我们来跟着一起练 对对对 是的 好 来 我们膝盖慢慢的弯 慢慢的弯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来 那么两个手呢 自然的垂就好 主要呢 是动我们的肩膀 来 准备 开始吸气 好 开始动 嘴巴不要憋 吸 吸 好热喔 忍不住想笑 吸 一分钟 加油 不要躲避 不要躲避 好 那停的时候 我们慢慢停下来就可以了 其实他不是很费力 所以老人也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当然这个速度呢 自己呢 每一个人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测量 所以这个医生有特别提到 我们平常是怎么在练 我们这个肺旁边側步的这个肺 肌肉 现在你知道了 今天这个动 马上 那另外就是你这个呼吸 绝对不要憋气 因为这个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听到我 哈哈哈哈 其实呢 是一直在吸呼 吸呼吸呼 所以呢 很快的吸呼 对 其实呢 这个练完之后 如果你的这个 会有一点点喘 那这个你要多练 那就练 其实这个随时都可以练 尤其是像我们坐在这个 冷气房里面上班族 你只要同事不觉得你怪 你就站起来 找一个舒服 对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这个动一动 这个肩背 也可以舒缓 好 这是第一招 对不对 还有 是的 那整个保养肺部呢 最主要要从这个我们的肺筋弹起 肺筋就是从大拇指一路沿着 来到我们的肩膀 所以刚刚讲过肺呢 跟这个我们的肩背 是有关的 现在我们要教一个 五脏排佐法 首先一样 我们先来试试看 两脚呢 刚刚我们已经动过肩膀 肩膀应该是灵活的 两手呢 尤其是肺筋 是大拇指 微微的往内扣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出力 然后把你的肩膀抬起来 肩膀抬起来 肩膀要可以抬 抬起来 手臂打开来 然后一二三 好痛啊 很痛啊 那这个 会不会肋骨会断 所以当你打开来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要做一个吸气的动作 然后呢 快速的呼气 来再试一次 一二三 好 这个我们很多同学 一做 一口弹就出来了 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 地头老弹 对 其实呢 弹咳不出来 当然有很多原因啦 那有的时候 你很明确地有弹 可是你弹也吐不出来 其实呢 这个就是你的肺气 元气比较不足 你想要咳想要用力 是 挤压它 你没有办法 所以透过这个五脏排阻法 快速地这个肺腔 整个膨胀之后 肺泡膨起来之后 吸气 然后呢 快速地 出一个 八年的老弹都出完了 对 这个很快 你就会想要把这个 弹给吐出来 但是刚刚教练你好像 我刚刚看你在做的时候 你有一个声音出现 OK 好 这个呢是我们练久了 其实呢 因为我们要快速地 挤压我们的两侧胸斜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 谈到 这个 这两侧其实跟我们的肝胆有关 那这个如果说有些同学 这个朋友们 你会担心 比如说癌症 那这个癌 现在尤其是女生乳癌 那这其实我们讲过 其实跟这个干瘀 就是你心情郁闷 等等的 是有关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快速地挤打 我们的这个胆睛 在身体的两侧 那我们挤的时候呢 这个背膀 是打在身体的两侧 所以我们真正打的时候会 真的有声音耶 对 郭医生打打看我听听看 没有声音 好 如果说这个地方 不好痛 为什么都没声音 你没有看 这个地方如果说 会痛的话 平常莫名会痛的话 这个就是 这个太晚睡觉 如果你是晚睡的 这个肝胆 就要特别 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多做 那能不能打出声音 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能够怎么样 肩膀要抬 然后吸一口气之后 要快速 这个声音要发出来 好 非常谢谢艾雅 这个和呢 跟我的和 有点不太一样 你的和 是从喉咙 这个地方 和 那我们这个和是从 整个对 整个胸腔 挤出去之后 和 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是有点不太一样 好多了 对 所以你如果要练你的肺活量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 这个练肺活量 而且如果跟男女朋友吵架 他心情不好的话 那 也可以 老公 老公 这个五脏排佐法 把这个身体的整个能量 调换出来 然后呢 保养我们的肺 也可以增加肺活量 是 是 是 好 养肺气功 大家在家里面 可以多多的做 那另外呢 我们还要来看到人家说 疑心疼痛 因为呢 致咳嗽真的也是蛮困难的 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的 致咳嗽的偏方 但是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我们就要来做实验咯 一起进入今天的 一直都搞错 好 一直都搞错 我们就来看看很多老奶奶集的 流传下来的 这些止咳的偏方 到底有没有效果 好 先请我们艾雅来 告诉我们的偏方是什么 好的 我的是这个 蜂蜜贴布 蜂蜜贴布 对 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怎么制作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拿蜂蜜跟面粉做混合 然后混合 它会稍微变成 有点凝固的状态嘛 那就加一点点橄榄油 再把它捏一捏 就混合之后呢 再撒一点面粉 然后就会变成成一个泥状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铺在这种 纱布上面 再贴一个透气胶带 然后贴在你的背 后背 我以为是吃的耶 没有 听起来很好吃耶 看起来很像一口痰耶 它还是三符贴 不是 因为 所以它是贴在你的背后 对 它是贴在你的那个 靠近肺的位置 可以是正背后或是胸前 反正就是肺的位置 有点像在吸你肺里面的湿气的概念 所以这一团 因为外面上市面上不是有卖很多这种厨师贴布吗 就是中医中药行都会卖 那就是你贴完之后它就会变成湿湿的 然后把你身体里面的湿气吸出来 这个就是阿嬷说的自制的贴布 这真的有效果吗 两位怎么看呢 我们举一下圈插牌啊 两个都觉得没有用 为什么 还是干脆用吃的比较快 考虑一下再决定嘛 对 蜂蜜啊在研究看起来 它的确它有润喉 润喉 对 然后它有杀菌 然后它有抗氧化的效果 可是那个我觉得重点是 那个蜂蜜要泡温开水 而且水可能要够多 你如果直接一口蜂蜜如果吃进去的话 我想那应该会蛮不舒服 足够的温开水 然后这样喝 我觉得重点可能是它里面的水分 对 贴的我才想不出来 你觉得它是不是可以真的把那个里面的湿气 什么湿气 这个可能要 这个在中医里面 其实对于蜂蜜的评价是很高的 它可以通我们的丈夫 润我们的丈夫 通我们的三角 然后对于子壳化痰 这个子壳是有效的 那不过这是食用 就是内服 那贴的话 蜂蜜也可以做成药膏 也是有药用药膏 那但是这个效用 古人他们会有的时候伤口 伤口的部分 他对于愈合的部分 用这个蜂蜜 那现在当然这么进步了 也不用直接弄那么甜的蜂蜜 等一下蚂蚁都爬上来了 所以它是有药用 但是它的用法呢 是用涂抹的话 是用在这个伤口的愈合 可以加速 所以应该是跟这个厨师是没有关系 我也听过说 如果要喝蜂蜜 不要用铁汤匙 所以如果用铁汤匙的话 会没有功效 对 是这样子吗 因为有一种是 是那种麦鲁卡蜂蜜 对 因为它有毒麦素 然后如果说你用铁汤匙的话 它很容易把毒麦素给分解不见了 然后反而是用木汤匙 我是这样 就是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的法 那麦鲁卡蜂蜜 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它是可以涂的 那它的甜度也是比较甜一点的 那至于拿来饮用 能不能用什么汤匙 这个我想应该没有什么 应该没有那么多限制 对 那瑞玲姐要推荐给我们的第二个是 老姜 我觉得这个叫有一点点说法 因为常常大家会听说 就是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劳意是开药方 有没有这句话大家都会懂 也好像是 所以老奶奶真的阿嬤的智慧都很厉害 所以她希望说 我们在咳嗽的时候 可以把姜片稍微薄一点 不要太厚 含在你的嘴边肉这边 含进去 我以为是喝姜汤 没有 她说含在嘴边这边 然后但是很薄 不要太厚 就这样薄薄的一片 再更薄一点 含在那边 如果你想咳嗽的时候 你稍微咬一下姜 它的刺激辛辣 会让你止咳 这是阿嬤说的 生姜还是老姜 老姜 还是嫩姜 没有 就老姜 老姜才有用 真的吗 来两位怎么看 圈叉 为什么两位都拿圈叉 理论上来讲是对的 因为姜是属辛味 所以它是属于温热型的食物 所以如果说你受了风寒 那我们常常会喝一碗姜茶 或者姜汤之类的 所以你直接含一个姜片 有的时候身体马上就会感觉到热 这么在冬天 但是在中医里面把人的体质分为 寒和热两种 所以如果你是寒性体质 受了风寒 食这个姜 OK 但是如果你是燥热的 对 那姜它有分很多种 这个从刚刚阿雅问得很好 嫩姜到老姜 那姜是老的辣 所以你越老的姜 越辣了 所以呢这个效果就越强 所以如果你是燥热体质 这个一用 那很有可能就是 这个 对 上火 上火嘴破 所以我们很少在这个夏天去吃姜姜 比较少了 不是说没有 那这就是很容易上火 所以 也不太需要为了这个咳嗽 然后呢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态 结果用了这个方式 结果反而 是的 其他的不舒服 那郭医师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 因为 因为我觉得重点是 我们可能搞不太清楚 我们当时到底是躁咳还是寒咳 是是是 那你干嘛去 这么搞刚 而且你可能会搞好相反 我几个例子 像我们一般感冒的时候 一开始痰很多 后来变肝咳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要用这个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好的方法 我觉得倒不需要使用这个 而且老家 对我们来说 辣的其实是比较容易咳的 对 好那接着第三个就是我听说江湖传闻的这个偏方 就是说吃烤橘子或是烤柑橘类的东西 因为说人家说橘子或是柑橘类 对它如果烤了以后就会变成橙皮 那据说这样子可以致咳嗽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如果说烤要变成橙橘的部分的话 橙皮的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是差 因为橙皮它最主要插在一个橙 橙这个字 所以它是透过风干或是烘干 然后需要一段时间 对 那烤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烤一烤一个散绳把它烤焦了 那这个其实就浪费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不要再使用 郭医师 其实对我们来说 橘子其实它是有柠檬酸的 这个是会刺激我们呼吸道 会造成咳嗽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说 我们在尤其那种像 我举个例子像COVID之后 对 我们一开始可能觉得 谈很多喉咙痛 鼻塞流鼻水 发烧 后来都好了 那怎么开始喉咙开始痒 干 然后开始不舒服 对 那我说明一下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病毒 它会让我们上呼吸道 里面会受伤 受伤的时候我们神经就没有保护 它会直接铺在呼吸道里面 所以它变非常敏感 所以你可能觉得痒痒的 或者是好像有痰咳不出来 或者好像有异物感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重点是要去 避免去刺激它 所以像是酸的啦 甜的 辣的 油的 尤其是冰的 都不能碰 尤其是冰的 那茶咖啡我一般建议可以 因为很多人没有咖啡 其实没有办法活嘛 不要喝太浓 喝热的都没有关系 那酒不能碰 对 也会刺激 对 然后讲话 太烫也不行 对 然后讲话就尽量轻声细语 放低音量 放慢速度 减少喉咙的使用 我知道你在对我说 我会回去对我老公说 是 但是刚刚你讲到甜的 瑞玲姐接下来要介绍大家 另外一道 互费的甜品 就是我们说不能吃太甜 对 那这一道倒是还不错 而且很简单 而且这一道我已经吃了十五年 十五年了 而且每个礼拜会吃一次 它就是 川贝冰糖炖水梨 对 可是这个水梨大家记得 一定要粗皮水梨 就是这种粗皮的 刷刷的 对 刷刷的 外皮是粗的 不是 然后你就是把头稍微切一下 把它当成盖子 当盖子 然后里面你看到没有 我把它挖空 因为里面有一些籽 挖空了之后 这个凹槽就刚好把川贝 放进去 那大家很多时候 川贝要放多少 其实不用多 因为川贝会苦 所以说我们放大概 像小汤匙 大概一汤匙左右 然后放在洞洞里面 对 放在洞洞里面 然后再加这个冰糖下去 然后不用放水 直接放在碗里面 炖三十分钟 它直接就会外面 因为水里白就是水 所以它会化成这个水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是 比较容易咳嗽的 或是像我的话 夏天比较容易有暑热的 我会以它来把握 让我去一些身体的湿热 可是它对喉咙的保护也非常好 没关系我来 好 来 我来 我真的怕我手残 是吃肉还是喝汤 对啊 肉跟汤都要吃 肉也要吃 我以为只要喝汤 以前妈妈不都说 喝那个汤 没有 因为我的川贝也是放在肉面 而且水泥它蒸过之后 它会有一点 就是良性有点改变 一点点变成温性的部分 对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吃一下 瑞玉姐手艺不是盖的 十五年 十五年可以吃 吃这样子真的是 这一道我相信 夏天在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吃 很适合 那所以你是把它放冷了 不能冰吗 不要冰过 就是你直接可以把它放凉了 放凉了都可以 所以夏天小孩子 其实他这样吃的话 也是非常的好 我一定要让两位男士试试 我们的手艺 好好吃喔 真的假的 来 谢谢 而且他一个礼拜 吃一次就好了 因为那个淡淡的苦味 他有 我吃得到一点点 可是反而这样 那个水泥比较不甜 那不会很苦嗎 不會太腻 所以这就是川贝 為什麼要就是琵琶糕 裡面要加那么多糖 而且琵琶叶 本来就是苦的 他加很多糖 但是我们为什么加冰糖下去 因为在中医上来讲 冰糖对身体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他可以吸取川贝的一个药性 可以蓄嗎 可以蓄 很羡慕你站在那边可以蓄 而且他其实没有什么川贝的苦味 完全没有 所以小孩子 比如他常常会觉得像我们有那种小火 我们也要在身上 因为像现在暑热 都天气到三十七八度 你感温度四十四度的时候 其实你回家就给他炖著 或出门先炖著 回来你就可以吃一颗 你会发现反而去湿解热的感觉非常的好 喉咙也蛮好的 真的也就是可以互费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喉咙也非常好 歡迎回到一点不夸张 在市面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健康小物 今天我们要来检视的呢 就是有一几款说是可以照顾我们肺部的 还有呢可以让我们的肺活量更好的 但是到底有没有效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 务必要健康 好 接下来务必要健康 我们就要先请教医师 因为我最近在市面上有看到这样的 一个呼吸训练器 据说是可以让我们的肺活量更好的 是 是 然后呢我也买回家试试看 可以这样 我以为牙齿矫正器了 对我要拿出来才能讲话 就是这个还是可以调节阻力的 对对对对 所以一开始有听到我的呼吸的声音 后来就没有吗 因为我把这个阻力调大了 这样都好像关起来了 可是我吸久了 我真的觉得蛮费力的 其实蛮累的 这真的有效吗 当然会有效 当然会有效 但是训练我们的肺活量 它其实它是透过增加我们的阻力 因为我们的管机变小 增加阻力的时候 那我们吸气的时候 其实它需要更用力 吐气的时候 其实也要非常的用力 对然后这样子 其实可以征召一些 我们比较 比较没有使用到的肌肉 对然后让原本有 使用的肌肉更强壮 那你的呼吸就会更有效率 这一般是运动员在使用的 运动员在使用 那所以他们是一边一边跑步一边使用 没有没有没有是平常在 像我自己其实有买一个 跑步太危险了 对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在开车的时候使用 开车的时候一边用 对对对 一边开车一边吸 就是会有点累 所以就要要休息了 累死的东西 好那另外医师也要带我们 艾雅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啊 这个主要来 你可以先试试看 就先吐气完 用力吸气 好厉害 对这个 其实我们一般是在使用在 开刀的前后使用的 开刀的前后是什么意思 因为开刀之前 我们需要训练我们肺部的肌肉 那开刀之后 因为有时候是因为痛 或者是开肺部的刀 然后我们痛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不敢呼吸 然后不敢动 不敢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肺就很容易 像刚刚说的肌痰就塌掉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需要靠这个 就是用力吸气 把肺部扩张 扩张的时候那些弹气管扩张 那弹就比较容易 那艾雅的动作标不标准 他其实这样OK 所以他吸了以后要撑很久了 要撑住 就是尽量把气吸完 就是慢慢练 他真的算很厉害 很厉害 因为我在夫亚格力比方 要离开前一个礼拜 每天吸这个 我现在到现在 还是只能吸一球半 而且没办法维持 是他这样算 他很厉害 那还不错 那我可以带我去练 对不对 这样有用吗 你应该不太需要练这个 你要補减 做个肺功能做正常的运动 那一般人他需要买这个 在家里面练练看吗 那是老人家吧 对应该是老人家 肺部有受伤 有受伤 或者是有开刀的 那还有就是有人说 多唱歌的话 也可以练肺活量 会有帮助 多骂人 不要这样子 这样可能会想要咳嗽 想咳嗽不行不行 就是说多唱歌的话 也可以运用我们的丹田 好那接下来郭医师要带艾亚来做一下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来呼吸 是最适合的 然后这个老人家也可以 对不对 好我们坐下来 这个其实叫做肺腹炎运动 那这主要是设计给 像是比较老人家 或者是肺部有问题的病患使用 所以好他主要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腹式呼吸 然后第二个是绝嘴呼吸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做 吸气的时候用我们的腹腔 用我们的腹部把腹部挺出来 肚子挺出来 吸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 嘴巴嘟起来 吐气 再一次吸气 吸气的时候肚子吐出来 肚子要吐出来 腹式呼吸 吐气的时候用嘴巴嘟起来 然后也可以慢慢吐 可以学习怎么掌控你的呼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其实我们的上下肢的 不管是肌力或者是肌耐力 其实也对我们的呼吸喘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像这些动作都是可以 给那种做轮椅的老人家 就很适合 对家里面如果老人家 也可以试试看 对 两瓶 如果老人家可以一开始先不用水壶 不过我们可以用水壶 可以就做两个 一个是往上吸气 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下 好 然后其实可以配合刚刚的 吸气的时候用肚子 然后吐气用嘴巴 就配合我们刚刚学到的呼吸 吐气 这第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是扩胸这样子 扩胸 一样开起来的时候是吸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是吐 回来的时候是吐气 好 这个是上肢的动作 那下肢的动作其实我们 要行动最重要是股四头肌 这也是我们最强壮的肌肉 那就可以做这个吸气的时候这样子 吐气的时候脚巴堵起来 是 那需要拿着那个保特瓶吗 需要有那个力气吗 当然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当你做得很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上面加重量 对 或者手可以加重量 甚至你可以 踩脚踏车 有各种各式的运动训练 都可以 或者是推着墙 做浮衣挺身 其实都可以 这都可以自己去看 去弄的 但是就是说如果老人家 尤其是老人家 尤其是老人家 你不要说真的 人家这样做 我也要拿这么重的保特瓶 你就是腿伸起来就可以了 对 再示范一次好不好 这最简单 我们腿下肢 下肢 下肢的时候就来吸气 是 好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在家里面 一边看电视的时候 也可以一边坐 直接都可以训练我们的肺部 上下肢 还有我们的腹肌 通通都可以训练到 那今天呢 就提供给观众朋友 这些庙方 那么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呢 每个礼拜天 都锁定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非常谢谢 几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拜拜 再会咯 好